他是领导电影老炮华裔兄弟的少帅 2016年从各个王中军手中全面接管集团运营 也直面了电影市场的资本狂飙和风云变换 所有的标准都是说卖20亿30亿才叫成功 对电影来说不太公平 我不是潘金莲引发万达华裔排片之争 上市八年业绩首度下滑 民营影视第一股一直在风口浪尖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像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一部电影 过多的非电影本身的 其实他对电影是一种不够尊重 明星IP资本化 退堵协议 保底发行 资本运作先行者华裔兄弟 探索的电影加资本模式 不断被模仿和复制 新玩法究竟是冒险还是创新 其实我也很骄傲 因为我们创造的方式不断地在背行业学习和靠北 作为明星CEO 他的朋友圈阵容强大 既有冯小刚 可忧 周星驰 范冰冰等风云大咖 又有马云 马化腾 马明哲等商业大佬保驾护航 要熟的最有山东力的两个人 就是王中军和马云 才约你 与华裔兄弟CEO王中蕾 相约博偶小镇 一起聊电影江湖 看华裔出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在这个《美丽雪山》下他都有了 他非常感恩岁月 感恩芳华 我看您跟他有一个微博的互动 您是说第三个饺子 你要把它换成是面条 是吧 对 是一个玩笑 因为就是对食物的偏好 芳华是这个冯小刚导演 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了 这部电影《华裔》对它的商业上的期望是怎么样的呢 商业上我觉得因为它还是一部就是剧情片 然后是带着很多情怀的一部文艺片 它不一定是那个当下最时髦的一种电影类型 但我觉得是国产电影非常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在院线电影当中 没有这样的电影其实是中国就是国产电影的一种遗憾吧 因为大家很容易顺势而为 逆势而行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勇气的 我一方面可能会在商业方面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使它有很好的商业的表现 同时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对于这部电影的看重性也很强 说起这个方法 我们会想起去年的一部电影 其实也是冯导导演的一个您刚才讲的一个剧情片 叫《我不是潘京联》 围绕这个电影呢其实有很多的话题 其中可能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 冯阳刚导演和万达的王思聪之间的一个公开的一个争执 那对这个争执的原因呢 我们现在看有三方面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是王思聪讲的这个内容 他讲《我不是潘京联》的这个内容可能有一些问题 你怎么来看呢是第一种说法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电影 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去被大家讨论的 这也是电影这一门二十世纪的一个艺术 它产生于二十世纪 就是这个艺术产生之后 然后尤其到了这个好莱坞时期 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之后 其实是一个最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很轻易地去评论一部电影 自己的喜欢跟不喜欢 和其他的艺术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对于我们电影来说 可能它的情感的部分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因为真正的参与过一部电影的全程的人 会知道一部电影是非常艰难的去拍摄 它无论借助了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方法去拍摄一部电影 但它整个的和的工作是非常原始的 是非常运用人的很多的创意跟智慧 然后再有非常普通的那种工作行为 比如说看到我们开玩笑说到这像片场一样 在剧组中每一个镜头 每一个方式去把一个剧本表现出来 所以我其实很理解 当不管是新导演还是老的导演 还是新演员还是老的演员 其实当面临他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的评论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他的比较复杂的心态 所以你像潘青莲像思聪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可能他并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或者他对这个 连我其实我都不会对所谓的这个官场 有太多的这个了解 离得比较远 离得比较远 其实这个电影更重要的是 实际上是从我的角度是 一个是他在国产电影当中去碰触这样的类型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第二个就是如果单纯从电影艺术上来看 他也是一个敢于挑战的一部电影 不管他的形式感 甚至所有演员的倾情的演出 都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万达和华语之间 他有一些八角的一些这个事情 比如说像叶宁先生 就是之前在万达现在加盟了华语 我看您在微博上 其实也有呼应这个 洪阳刚导演的这种说法 您能不能跟我们评价一下 其实像刚才的第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就是对于一个内容的一个评论 或者是一个对于一个电影的 好或者不好 或者好看或者不好看的评论 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 其实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像《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一部电影 然后有过多的非电影本身的 其实他对电影是一种不够尊重 不够 你觉得有吗 有当然有 你觉得是有的 当然有因为其实这部电影 从它拍摄到原来准备计划 十一上映之前 其实它的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好评率 包括它在之前的适应 以及在国际电影节所取得的成绩 都让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值 然后它的走向也越来越聚焦于 年度的最关注的电影这样的一个行列 之后因为这些话题其实让很多的观众 其实是忽略了电影的本身 而且还有那时候什么战队说 就是各种 而且这也是现在的网络文化的一种概念 其实也正常 其实它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于一个电影来说 其实不是很公平 因为电影大家就去看电影嘛 您觉得第二种是存在的 嗯 存在 存在 第三种说法呢 是说这个凤阳岡导演 他和华裔是签了一个对赌的一个协议 说当时是 华裔是花了10.5亿 购买了凤阳岡导演的这个 东阳美辣 70%的股份 当然凤阳岡导演他会承诺 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底 有多少的这个利润的回报 嗯 我不是盼金连这部电影呢 就是对这个对赌协议的第一年来说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部片根本就不在那个 对赌协议里的内容 因为这个片是在 美拉成立之前 就是这样的 这是华裔的一部作品 其实它是在那个对赌之前的作品 其实芳华是真正美拉的第一部 从对赌开始的第一部 是这样的 那我们还是再说回这个 对赌这个事情本身吧 我们之前是看到 13年是签过张国立的浙江长生 是二点几个亿是吧 我印象中 另外呢是在15年10月的时候 我们是签了这个浙江浩瀚 对 还有美拉 对对对 浙江浩瀚是像这个李承 Angela Baby 冯烧锋 杜春 他们几个 一起的一个 这么一个影业公司 那对于这个 对赌协议 对于这个IP资本化 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呢 因为之前我看到张国立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他日子过得很苦 您怎么来看这个张国立的这个感受 您能理解他吗 其实能够理解 因为一个艺术家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在创意的这个层面上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工作计划的安排 而且呢 确实言理上说 文艺创作也有他的很多的这个特殊性 是 它并不是那个特别的工业体系的生产 它不是那种流水流水线的样的生产 但是确实是在这几年 资本的介入 也使得这个行业 有巨大的推动的发展的同时 也会出现很多新的 类似这样的一种事物 而且是层出不穷 华谊其实是一个敢于 就是说 这个在这方面做很多的这个挑战 和这个先行者的 否则化华谊不会成为中国第一股 上市的影视公司 就是第一个跟资本链接 其实那一次的 我觉得对整个 整个中国的影视行业 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性 你是说IP资本化是吗 不是就是华谊本体 华谊本体上市 2009年的那个上市 对因为这样大家才会看到了 就是说如何 未来的影视公司 如何跟资本对接 到现在其实已经将近有100家 这个上市的这个影视公司 使整个行业非常蓬勃 之后我们其实包括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说国力也好和去年的小刚浩瀚 其实我们用了资本的方式 可以跟创作者有更多的这种链接跟链性 这个可能其实都是一个双方的 还有很多人他也有很好的资源 和很好的创意 但是他可能不选择用资本的方式 去跟自己链接 但是什么样的人 他什么样的艺术家 他适合用这个资本化的方式 来做大大的IP 我觉得一个是说 他本身对资本有充分的了解 这个是需要的 那你觉得比如说小刚 或者是像张国立 他们对资本有充分的了解 那为什么还这么焦虑呢 焦虑就是 就是如同你已经答应了一件事情 你需要把这个诚信完成 和你说我随着我自己 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种直接的矛盾肯定是存在的 你觉得他们适合走这条路吗 当然适合不适合 因为所有的合作都是大家一起来确定的 你比如说华一启示最开始 也是投过姜文的鬼子来了 另外姜文的有些 天津英雄是不是也是 对 天津英雄是和平导演 和平导演的 对 姜文有参与 就姜文好像就是一个跟资本 比较有疏力感的一个人 他好像没有就是加入到一个 这么一个谎定绑到那么 其实大多数的从业者 就是肯定还是多数是 并不适合资本绑在一起的 或者是说 你说并不适合还是并不 并没有 并没有 因为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刚才提到的说 像姜文其实如果他愿意 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的 对 但是他不愿意 对吗 还是你们跟他谈过 没有谈过 这个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说葛优他也不会 陈道明老师可能也没有 刚才我们一直在围绕这个 我不是半斤年这个电影来说一些话题 他其实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保底发行 就是对于保底发行这个形式 你怎么看呢 因为其实还有一个不是特别 跟华一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电影 就是吸油消磨剂 当时其实也涉及到这个保底发行 当时跟周星驰先生就不仅仅是争执了 其实是起了官司 对吧 其实保底发行在这个行业当中 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情 在这个行业里边 在美国这种发行的方法也很多 国际上也非常有惯例 其实就是一个MG的一个形式 就是有一个保底金 然后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发行的权利 因为电影的制作跟发行 实际上是两个环节 两个环节 在国内呢 但是在国内去年开始 前年开始 其实保底的这个初衷 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一方面是新型的公司 为了获取他们无法取得的资源 用这样的方式很快地先获取 跟一些优秀的电影进行一些绑定 就是 比如说呢 很多啊 你比如说最开始的北京文化 他们刚刚建立 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电影的生产线 那他们就保底了新花路放 新花路放好像是一个比较好 对 然后像这个 去年的美人鱼的那个保底方 可能三个公司都是新的公司 这个 然后他们就获取到这个 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 最快的一个快速渠道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电影的 就是 就是他会把一部电影 更加金融化 比如他们保底之后 他们再把它分拆出去 形成那个金融产品 他们可以那个 像这个公众可以开放 这个买这个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的 这些都是 我觉得都是一些中国特色吧 就是 只要并不影响这个 这个电影的创作 就都是 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去年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 去年最成功的是哪一部 好像没有什么太成功的 去年没有太成功的 这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它的 MG的数字 就是保底的数字 不够理性 不够理性 其实像你刚才说 跟周先生那时候的问题 其实也是出在于这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出了一个 很理性的价格 然后 五亿好像是 没有没有 八千万 八千万 就是官司的 官司的标的是八千万 但是保底是五个亿 不是不是 八千万的回收 那也就是大概三个亿吧 三个亿 其实如果要推到票房上 就是做到三个亿票房的时候 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数字 之后没想到我们做了 做了十几个亿 对 这个中间的利润 可能就产生了很大的 这个心理上的偏差 我可以是这么理解 是的 然后呢 可能就是说 在合约上的理解 有一些不同 我觉得 我觉得去年你说的不成功 就是因为那个数字 因为大家看到了 美人鱼有一个十几亿的 还是二十亿票房保底 就卖了三十多亿 对 那大家开始就不断地 去涨这个标的的数字 其实是对市场的判断有误吧 确实 你说的这个心理的因素会 我觉得很微妙 是 而且会 而且会对一个电影的判断 比如说 我们去年看到的 就是因为有了保底这个数 对 它这保底这个数呢 可能尤其是保 很多保底公司 它也是上市机构 所以它是要公示的 它这个数字是要公示出来的 比如你刚提到要来 还有 好像还有哪个公司是保底了 保底了 就是要来又保底我们 它自己没有被别人保底 去年很有趣 大哥的那个铁道飞虎 就是被上瘾 把又保底 去拿了它的方形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像风包一样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公开以后呢 其实外边的评论往往就会以那个数字 作为这个电影商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数字判断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不对的角度 因为只是判断保底方这个标的成为成功 做得好不好 而并不表示这部电影的成绩达没达到标 比如说我们潘金莲是一部那个文艺片 然后我们的投资也非常的合理 很市场化 大概是一个六千万的投资 其实应该是两亿票房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 那我们卖到五亿票房 其实我们是赚了很多钱 然后但是那个就是最后的评论就是说 没达到预期 就是因为有保底的 大哥那个也是十亿票房保底 最后卖了八亿 然后也说没达到预期 其实我们想其实很不错了 所以有时候也会让这个就是评论 因为我们确实肯定知道 所有的评论不一定都是非常专业的 他有从不同的角度去来看这个事情 跟周先生的这个官司打了之后 后来跟他还有过沟通吗 有沟通其实我们还是 其实我们这个我非常喜欢 其实周先生包括很多的香港人 其实他们他们的想法虽然很西方化的 就是说很西方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他觉得我现在跟你跟你打官司也好 或者再忙是争议 说的是business 但是我们还是该是朋友 我们都是这个行业的人 就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做 但这个事交给律师来去解决 到底是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今年也跟周先生合作了他的那个 那个CO2 也要跟他合作 是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呢 我就 我也是投资方啊 也投资方 他也愿意 也投资方 对啊 因为CO1就是我的投资方 也是发行方 如果这个不连续做的话 其实大家又会去议论 是的 而且可能你也没看到 没关注到就是那个电影的新闻发挥首映 我也跟周先生一起参加 是吗 对 我看周先生好像最近也签了一个有点像天文数字的一个对赌协议 跟上海新闻化 是的 你觉得他签的那个协议是理性的吗 我觉得那个非常理性 我其实还蛮嫉妒那个那个标的 其实很很我觉得很市场化 很市场化 他的标准也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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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正常 此前你们没有跟周先生去聊过吗 没有没有聊到这个方面 没有因为周先生原来自己有上市公司 是 所以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会他会就是剥离出来这个事情 对对 你怎么看周先生的电影 周先生确实他是华语电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不管是他自己的表演 还是他作为一个导演 创造的他的那个电影体系 都是都是非常成功的 我觉得而且而且他的生命力特别特别强 对 就像包括成龙大哥的这个成龙式的喜剧动作片 其实真的是几十年 我觉得他生命力这么强 就证明他有很好的这个 很好的这个创作创作跟市场的延续性 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股价的一个事 我们也来聊聊我们华语的股价 去年16年1月份的时候是 浙江东洋浩瀚的几个明星 他们一起是在二级市场上是持有了180多万股的这个华语兄弟的股票 当时是承诺要锁定一年 我们算了一下就按当时就按现在的这个储全案价来算到 他当时的这个持股成本是13.9元 就是16年的1月份 那到现在我看了一下昨天 昨天的这个收盘价是 华语的收盘价是10块2 也就是说像这个李晨 杜船 冯烧芳 冯烧芳 Angela Baby 还有这个陈鹤 是吧 郑凯他们几个 其实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是被套住了 到现在是被套住了的 就是华语的这个股价 我们都知道股价它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对未来的一个这么一个预测 你怎么看这个华语股价 它的就比较低迷了 从大环境来看呢 对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下半年开始 这个影视板块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 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就是我觉得刚才就说 它还是比较综合性的 因为确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呢 整个影视板块的这个市盈率都做的比较偏高 它不是非常市场高 你应该就是之前高 之前市盈率 对 最高的可以达到达到快超过100倍的市盈率 就一个新公司你对它已经是 已经买到它100年的这个成长 其实是非理性的 其实华语是 因为它是最早的这个公司 它是比别的公司先经过了这一轮的这个宏观调控 我们刚上市的时候也都七八十倍八九十倍 对 然后我们是先期一路一路调整 比较准确 像到去年为止 我们还是这个影视公司当中 盈利第一的公司 就是这个影视内容公司 盈利第一的公司 但是我们的股价 其实跟其他的公司 基本上越来越持平了 其实也是调低了我们的这个市盈率 别的市盈率也去越来越的 越来越市场化 其实比较正常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 然后刚才你提到浩瀚那个呢 其实那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因为他们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持有 这是我们的对赌条件 这是我们的要求条件 希望他也反持有华语的这个 这个 不是因为当时要互盘 要给股民信心 也不完全是这个 因为是根据那个DEO来说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华语的股票当中获利只是他 其中的这个DEO的一个部分 更重要的实际上还是浩瀚的这个价值 就这个新公司的价值 新公司它在这个 经济加影视内容IP 这样的一个绑定 我觉得是我们做了先行者 之后后来大家也看到有很多 包括像小范儿啊 冰冰啊 包括现在最近杨幂啊 对 还有这个谁 吴奇隆的公司 很多 还有就是说非明星演员 但是是名制片人的 对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柠檬影视 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 洪亮他们的那个电视剧公司 就拍蓝牙榜的公司 蓝牙榜 他们可能其实跟我们形势是一样 只是这边会被更多的关注是因为他这个 这边是演员 他的那个 知名度 知名度或者传播率会比较高 对对对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从大环境来看 其实18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环境是不太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票房的收入 跟上一年比 从48.7%是断崖似的 下降到3.7% 那一般说来 这个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可能有两样会特别好 一个就是女孩子的口红 一个就是电影 但是我们在电影方面并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一个收获 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呢 这个也是去年底到今年年初 其实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方面 很多的专家也好 或者这个经济学家也都给了很多的这个评论 其实我觉得大的方向其实大家都了解 就是有几个综合的原因做成的 那对于华谊作为一个内容的制造公司 其实我更多的会从 会从我的这个角度去考虑 其实跟这个内容的这个 内容的质量的下降 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是说因为这几年快速的发展 造成了这个电影的出品量的增加会很大 但是质的提高 是没有跟这个市场的这个高速的成长挂上钩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我对不起 我打断了一下 就比如说像《吴时潘经典》和这个罗曼蒂克的《消防室》 我们普遍来说它是属于剧情片 也是华裔重金打造的一个片子 也是去年的两部非常重要的片子 但是它内容上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票房也不是太好 因为它们不是 你如果要如果要从片种来说 可能《吴时潘经典》是取得了 艺术片的这个票房的突破的记录 因为一个艺术片卖了5个亿票房 4亿9这样的一个票房 就是它不能跟不同的电影类型去做市场的这个比较 就像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奥斯卡的热门影片 La La Land 还有《月光男孩》 可能大家都说有最佳影片 然后最受关注的一部片 但是它怎么会跟复仇者联盟去 在一个票房纸上去比较呢 去年其实确实缺少了大的商业电影类型 就是国产影片 像前年有这个像《周遥记》这样的电影 然后在暑假连续三四部这样的电影 包括动画片 最好的动画片 最好的喜剧片都集中在那 都超过了十几亿二十几亿的票房 但是去年除了春节 2020年除了春节的几部影片之外 其实没有这种大体量的这个工业型的这种电影 就是说是商业片的主流 然后也是观众的观众的这个宽度最广的这种电影 你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 他可能就是会更集中于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观众 对于19岁到20几岁的观众来说 他的理解上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他不能拿这样的电影去跟所有的电影类型去对比 就是缺乏内容优秀的商业片 对 就是国产电影在去年在这个方面确实是比较大的 然后《华谊》其实去年也没有出品这样的电影 反映为什么没出品呢 因为那种电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创意过程 制作过程 中国本身的这个电影工业体系是非常弱的 就是比我们电影市场增长的这个速度差的很远 比如我们可以拍高工业体系的电影的导演 制片人监制 甚至就是说那个美术创意各个方面 这个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储备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像在美国 你看经常会看到很多系列片 很多系列片 系列片存在 但是导演是在换的 就是这个导演拍了两部之后 他没时间或者是跟跟那个电影公司的合约没达成 他可以换另外一个导演继续完成 非常工业化的 非常工业化的这样的电影 我看华谊的战略其实也有这一部分 就工业化的这个电影是展示 是 所以我对华谊的未来的那个电影体系是充满着信心的 只是因为确实是在去年 这个我们没有这样的工业的电影 我们去年成功的是我们拍了很好的这个剧情片 然后可是大家都有一个标准 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标准都是说 你有没有卖20亿 30亿才叫成功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体系 对电影来说不太公平 今年有没有华谊 今年会有 但应该也不会多 因为它确实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 培育过程 像我们现在 敌人节3已经开机了 然后像这个 还有画皮系列 还有这个 这个鬼吹灯的系列 包括800这样的战争的大片 然后再加上这个阴阳师这样的 就是说强IP的转换的系列的电影 都已经提到意识日程上来 但是它肯定有一个创作的过程 像去年我们看到电影它表现的不是说是太好 但是网剧这方面 其实是表现的不错 其实你刚才 你刚才打断我的 这个话题就拽回来了 对 其实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说院线电影在去年出现了一个 低速的成长 就是断崖式的低速成长 我们分析的原因当中 一个是本身院线电影内容的缺失 好的电影内容 工业体系电影的内容缺失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娱乐行业 尤其是互联网方面 实际上是一个进步最快的一个市场 然后包括它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那我们可以如果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知道在2016年 我们的视频媒体 就是网络的视频媒体的 那个市场的增长量 是百分之几千的增长 其实大量的给观众进行了分流 同时给观众的这个观看影视内容 进行了这个市场化的那种新的分类 新的切分 好莱坞呢 其实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强剧情的电影放到了视频跟电视 这个屏幕上 大量的好莱坞的好的编剧 甚至很多好的优秀的导演 其实转向了美剧的拍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美剧都是很好的剧情 烧脑台词也很好 然后创业也很好 而电影呢 现在越来 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轻剧情 轻故事 重它的表现力 科技 那我觉得中国未来也会走到这一步 那像华仪 会不会在这个网络方面有一些动作呢 会 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看那个华仪的年报的快报是出来了 好像是09年到现在是首次出现了一次下滑 它的这个影视板块的收入是加降了10%左右 是吧 包括我们的实景IP授权这一块 也是表现的也不是说是太好 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方面 是互联网娱乐这方面好像下降的就更厉害了 是25%左右的一个下滑 您怎么来看的这一份财报 财报肯定出现下滑是不理想的 因为都希望还是会持续的发展嘛 对 但是可能可能你看的还是不是非常准确 就是我们在实景娱乐的方面实际上是是增长的 是增长的比较高的 对是增长 它是收入不是说预想的那么高 说是没有预期那么高是2.8 它主要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并没有进入到运营期 更多的还是这个实景娱乐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品牌的授权的方面的收入 它还没有产生到那个就是销售销售收入的部分会增大 但它的利润率很高 其实我觉得16年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确实还是在影视的板块 对 就是影视板块我们没有没有高速的发展 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票房收入并不理想 单片的也好 整体的票房都不够理想 会引起这个这个这个增长 但是从从我的这个因为我也是从16年开始 接管了整个集团的运营 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们我们前几年的战略都是非常的准确 如果我们没有前几年的这个就是就是大传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包括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两个板块在这几年当中的这个沉淀 甚至我们特别加强这个关于这个娱乐投资方面 就是我们的投资的这个这个部门的这个发展的话 可能是过度的依赖于一个传统的传统的这个内容板块 其实是对你整个的市场的波动是影响会大的 对它抵抗风险的抵抗力 对对就是对整个企业的这个这个增长的这个平滑度上来说 以前的战略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 对对像你们 请来的这个叶宁先生在这方面怎么样作为 就是确实也是因为16年集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做这个整个整个集团的运营 因为那两个板块已经发展很多年 特别需要我来做这个几件事情 一个是说对那两个板块的持续的这个发展跟增长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对内资源的打通以及对外部资源 因为毕竟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好的资源的累积 就是当我们这些板块建立以后 对外部资源的需求 内部资源的这个这个沟通需要占我很大的这个精力 也是一个我的新的命题吧 所以就是说也特别需要像燕宁这样的 就是就是有经验的这个职业经理员 来做我的板块的这个这个工作 对你也恭喜了你给他打多少分 应该及格了吧 应该及格了 我觉得成绩会在这一两年当中会有明显的显现 就是16年还是一个铺垫是吧 对因为因为就是刚才你提到为什么17年 我们那些系列片的曝光还会 还会不那么多到18年才会特别特别多 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创作的规律 创作规律 这并不是说我来了马上就创作出这些电影 它需要一个过程 对对 像您各个王中军先生他曾经提出来 就是华语要进行这个去电影化 因为他觉得单走这个 就是刚才咱俩谈到的单走影视 这一条线是其实走不长的 他抗风险的能力会低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华语他一直在这个打造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娱乐的一个平台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石井 就是石井的这个娱乐 就在离这不远的这个海口 好像有一个风向刚射是吧 电影公司怎么样现在这个 非常好 那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石井的产品 言个上说也是因为做了那样的一个计划 才开启了就是说华语石井娱乐这样的一个板块 您说的非常好是什么意思 是商业上非常好 商业上非常好 然后 有没有数据呢 具体的 你想海口其实并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然后我们用电影跟建筑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小镇 我们就是现在的年的这个观众人次 就旅游人次已经超过了两百万 已经是吧 对已经是这个海口的A级 A级的一个城市 最高的人口的一个旅游人口的一个集散地 就是这是一个看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安排 其实特别像那个跟咱们的名字比较像的 这个美国的电影 有电影公司叫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以及这个迪斯尼电影公司 他们所走的这个路 更像迪斯尼嘛 但是迪斯尼的话我们看它的这些IP的实情化 其实它都是多这个童话 多这个科幻 像童话和童话 科幻它是更普遍的 人类更普遍 它可以说是一种世界通用的一种语言 能够打动不同种族的人心 但是我们华裔的这些电影的这个IP的衍生品 它好像跟这个一般一样 这个跟那个中国的电影发展有关系 因为迪斯尼你看它在童话的部分 它实际上是经过将近快80年的这样一个历程 然后其实它这几年也在发生变化 像迪斯尼的产品越来越成人化 包括现在正在全球热映的这个美女夜兽 其实它已经是非常成人化的作品 虽然它集结于一个 而且它很经典 对它很经典 但是它的那个产品线也越来越变化 其实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是想说 这个IP的一个普遍的号召力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小刚导演 它的这些比如说1942或者是老炮这些 它相对于这个比如白雪公主 相对于美女夜兽 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号召力 你觉得呢 那中国哪个IP有这样的号召力 对啊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但是中国的市场有一个非常的特殊性 就是中国是一个很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 它的区域性是很强的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在海口我们做这个就可以有两百万的这样的旅游的人次 那我们所有在全中国建立的这个华裔的电影小镇 或者是我们第二个品牌比较大的是华裔电影世界 就有点像那个环球影城这样的 就它以游乐跟电影IP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它的产生的这个这个文化辐射和迪斯尼乐园的产生的文化辐射是不一样的 比如迪斯尼 你觉得它更本土化 本土化 而且它是比较比较区域化的这个群体 像迪斯尼可能在巴黎建一个 它就希望整个欧洲的人都去那 可能我们在苏州建了 可能我们是我们要求的是 对两三百平方 就两三百区间公里的这个这个人群就足够可以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化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确实是我们要考虑到的 就是说你IP的影响力 还有就是说你IP的内容 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发可以成为更多观众更多的体验的那种人群的那个数量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去考虑的 我们最后说一个板块 是在这个14年的时候 有三马入股了这个华谊 王中军先生呢 他就那个王中军先生 他就说这个三马 马云 马化腾 马明哲 他们不仅是这个华裔的金主 他们也要成为这个华裔重生的好战友 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三马吧 我们先说说马云 马云应该是和华裔兄弟最早有联系的 对 其实最开始都是算是朋友 都是好朋友 是怎么样一个切记马云进入到这个华裔 就是因为都是企业家俱乐部的嘛 都是企业家俱乐部 然后那个中军作为这个唯一的这个影视行业的这个企业家代表 在里边可能会显得格外的这个突出 就是会就会比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就都想问他一些事情 对 我还看见 他们就成为对成为很好的朋友 马云对于我跟中军跟华裔兄弟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 他是第一个像我跟中军提出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影视行业不资本化 为什么不做一个就是说更有规模 更有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的这样的这种企业 而只是都是一个一个就是很很私人的企业 那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提议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这样资本化的一个过程 也其实不管是运气也好 还是各方面的支持也好 包括马云也也也也从一开始 我们准备进入这个轨道 他就开始进入 不管以他个人的身份 还是他的企业的身份 都开始进入了的我们这个支持的这个行列当中 也使华裔成为了第一家上市的公司 接下来呢就是说那个像腾讯 马华腾的加入 各个方面更多的还是从一个企业家的信任感 和对一个一个行业的一个爱护吧 我觉得那个角度去进入 跟腾讯是怎么样一个切记呢 因为那最早的时候呢 实际上华裔的股东 华裔的股东就有腾讯的这个背景 就是原来给我们投资的那个公司 被腾讯收购了 所以呢就是说就接触进来了 接触进来以后就觉得是不是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是马华腾先生和你们一起谈的吗 对对对 一起一起来做 几年前就是我们需要再一轮新的新的发展 新的订增的时候又再次的加入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金融上的一些支持 但是这一两年呢 其实这种合作可能就变得更加更 更加落地化了 因为那个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腾讯也好 阿里也好大规模的一个部分去转型在文化上面 文化企业那我们就完全对上了 像您刚才说跟马云是很早就相识了 私交也很好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您眼中的这个马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吧 他的他的那个有很强的这个煽动力 煽动力 很强的煽动力 我觉得我见到的最强的就是比较熟的最有煽动力的两个人 就是王中军和马云 他们两个可以把一个你上来没有那么信的事 说到你可能抬着包着跟他走的那种人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他很强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我觉得他的身上还有一个就是所有企业家 应该学习的一个就是就是抗压性 因为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事物对他来说 他所做的每件事情 其实都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挑战跟创意性的 他并都是寻规导具做的事情 而那个事往往越新的事情往往进入到这个公众的视野当中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反弹性或者被评论性会很强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佩服他的那种抗压的能力 马云 像您的哥哥您刚才说 他也是一个煽动性很强的人 我们知道您其实一直追随你哥哥 在进入到这个电影行业 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 您说您其实并不认为自己特别适合做企业 你可能喜欢电影啊喜欢写作喜欢表达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哥哥对你的影响 他的影响就还是煽动呗 他就不断地给我给团队信心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也是特别有趣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又是七兄弟 又是在一个企业里边 然后共同的创业共同的发展 应该是一个就是说会 会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和密切的人 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两个其实见面并没有那么多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 但是他还是会给你一个力量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力量当中其实就是信任 当然确实也是因为他不会给你太多工作压力 因为当你碰到挫折的时候 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声音 他会给你很多真实的声音 还是像个哥哥 对对 而且他也是 他也是一个 他的身 他的那个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像一个艺术家吧 因为他 我反而其实想当一个艺术家 但我更多的事是在干管理的事 然后他呢其实是这个好像是在为一个企业在制定所有的战略 但他的生活过得更像艺术家一样 所以就是这种一个很好的融合 你看我们这个团队是腾讯的团队 因为我们知道您和我们的这个马化腾先生 刘志平先生都有一些接触 我们也想问一下 我们也很好奇 像在林燕中 马化腾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马总他还是一个比较儒雅的人 我的感觉 跟那个马云老师 他们两个的状态还不是非常的像 而且呢我还挺喜欢那个腾讯的团队 因为我跟腾讯的实际操盘的团队认识的会更多 谢谢 像那个钟蕾总 像你们平时认识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演员 认识很多中国的导演 您觉得比较认可的 非常突出的 杰出的这个演员 您觉得是哪位 演员呢 中国的 我觉得 我觉得葛优还是很杰出的演员 葛优啊 葛优将文都是很杰出的演员 葛优是什么演员 我觉得他应该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 很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演员 他很有趣 他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他会看很多电影 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其实他更多的是 从对一个人物的理解去来表演 而且他也很有 很有自己的自知之明 他觉得他的局限在哪里 他的强处在哪里 在这个方面 但是他一旦接受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 很多演员都要学习的 另外就是 当然江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江文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 比较全面型的 比较全面型 然后也比较 比较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的一种 表演艺术家 年轻的演员现在其实 大家有时候会去这个 去评论年轻演员 当然负面的非常多 这一两年 比如说不够敬业 然后过于的这个市场化 表面化 但是其实年轻演员 也是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这个艺人的代表 比如说呢 其实大量的年轻演员 都表现得很好 他都有一个过程 过程 都有一个过程 就是很多年轻演员 那你说像什么 王志文啊 道明啊 不也都是从小鲜肉吗 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演戏 然后那个 当时也都是属于偶像 黄磊啊 最开始都是一头长发 销售着唱着各种流行歌曲 那现在对年轻演员的 这个天价的这么一个演出费用 其实也是真的蛮大的 你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对于制片人来说 从我角度说 当然希望他们便宜一些 但是这个 为什么会涨得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呢 市场所造就的 市场所造就的 其实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只要存在就会合理 什么事情存在都会是合理的 只是你的这个事情跟 跟这个你的付出和你的贡献 是不是成正比 我觉得这个是 但是过度的去谈论收入 但没有去在你的你的这个主页上 或者在你的这个专业性上进行加强 这就是值得批评的 对 比如在去年 我记得是说周迅去演了一个电视剧 大家评论特别多 还上了中央新闻什么的 周迅 说周迅演一个电视剧 拿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挺替他不公的 因为我在想 就真的真的不多 因为大家可能只说他接了一个电视剧 要了这么多钱 可是他没有去问这个电视剧是什么 这个电视剧是要拍110集 要占用他320个工作日 就是一年的所有的都付出了 他拿的这个钱和刚才大家讨论的小先生说 去30天拿了这个钱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我们前一段时间也采访过于东 于东他在跟我们讲他有这个英雄主义的情节 他觉得这个 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我们俩是同龄人 我们两个他小我几个月吧 这样的 小几个月还是小一年 他好像七一年的 而且我们两个的成长背景跟出身都很像 所以就是有这个英雄情节的这个都是还是很像 对他就在讲这个英雄主义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全人类共通的 他觉得是能够打动所有人的 中类共通的心目中的英雄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反对就是说于东说的他的英雄主义 或者是他的一个片子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英雄主义在中国其实他的那个变迁也是很大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很多当时的那种战争电影 或者对英雄的一种评价 他是一种很完美的 很高大权的这样的 甚至那时候的电影的里面演员都叫什么大权 什么高大权之类的 对对对很有趣 对于我们越来越成熟 其实我依然坚信这份英雄 这份对某一个立场的坚持 某一种信仰的坚持 这个东西才会支撑这个英雄的这个存在 对于这个英雄主义的电影 因为像美国他就可能会提倡两种 一种就是说对国家的无限的这个忠诚 都是for American 第二个就是他很多是比较戏剧化的 那戏剧化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个人英雄的 就是个人本体对于一个大事情上的决定力 或者是说他的最后的这个完成度 这个和中国的英雄主义有点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种这两个结合起来其实很好的 对对 有没有打算自己以后拍一部类似这样的片子 没有没有过这想法 我觉得做好自己制片人的工作都挺好的 好的谢谢钟蕾总 谢谢 您的时间也到了 好准时啊您 是啊 谢谢 好准时啊 �不在乎 好准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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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时啊